DIS可以检测硬碟与水深碟的效能 在162016下有一个磁碟这支程式 它是一支很棒的程式 它除了可以帮你做格式化各种磁碟机以外 它还有一个叫评测分割区效能 那你可以选择,尤其我们来检测 有时候你花的钱到底是不是真的花在刀口上 你可以选择评测 接下来你就会看到它跑的速度 假设我这一颗是USB3.0的随身碟 你会看到它效能有没有上去 一般来说随身碟读取的速度会比较快 写入的速度通常比较慢 等级越好的,等级价位越高的通常 通常它写入效能会好一点 但是好到什么程度 你可以借由这支程式来了解 它评测的结果 这个读取是45Mbps 写入的话有时候比较低的时候掉到5Mbps左右 那有时候会跳到比较高 这是读写的效能 那假设我们来看硬碟呢 硬碟我们看我们的分割区可不可以测 这边是灰色不能测 这边测这个分那个区 我们来看一下硬碟的效能 抱歉这不是硬碟的效能 应该要选择硬碟 然后选择我们的档案系统 找一个来做硬碟的效能评测 找这个分割区来测 档案如果你没有卸载 它是不能评测的 它是不能评测的 我们来找一下EXT4的 SATA的硬碟 你看它可以跑到130几Mbps 读取速度每秒130几Mbps 然后写入的速度到90Mbps 8-90Mbps左右 这是硬碟的效能 那可以藉由这支程度 来看我们自己买到的随身碟 或者你的硬碟效能状况如何 油脏转感 1天 2� жив 2达 3达 1至4��